可以猜得出你把硬幣握在哪一只手 这么神奇 真的 另外一个已经被我移到右手了 好神奇哦 大家好我是林 大家好我是龙 欢迎来到玲珑变变变 我们又来到魔术的单元了 上次我们教的是纸张的魔术 那今天又要教我们什么新的魔术呢 我们来 变个硬币的魔术好了 硬币魔术然后你拿复刻还是什么 好你先你先挑两张给我 挑两张 对对对 所以你确定是硬币魔术 好就这两张 我可以看吗 你不用看你不用看 我待会再来看到 这是你挑出来的嘛 对 你挑出来的 那我先给观众看 好 刚刚慧玲老师挑出来的哦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 爱心3 你爱心3 还有什么 方块6 好那你手借我一下 我的手 我的手借我一下 吹口气 有什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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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也吹一口看有没有钱掉下来 应该不会有钱 你要过一点魔法的气给我 对 这个扑克牌吹一口气就掉10块钱 那可以再变一次吗 我可以说我要掉50块钱 掉50块 那我还想掉1000块 这个魔术就这么简单 好那我们来进入破解吧 他抽手牌基本上不是重点啊 所以就 随便两张就可以 让使用者随便抽两张 是 对 那事实上啊 有个重点是你要先把10块钱藏在你的手上 把他夹起来 我以为是藏在袖子 我想说刚还没有 没有没有 藏在手上 对刚才手没有啊 所以是夹在手跟手的指缝中间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那拿到牌之后啊 这里有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拿到牌之后 因为我们这一面要给人家看 对不对 然后这一面要给人家看 对 那你如果有硬币在这里很明显 所以你手要会滑 就是翻下来的时候 手滑过来 就看不到硬币 然后翻到数字的时候 这时候手要滑过来 所以这时候其实硬币是常在这个地方的 对对对对 他就是这样子滑 所以这个就要练习 就是你给人家这一面看的时候 硬币是常在下面 是但是你翻起来给人家看的时候 硬币是常在这里面 但是玥隆老师我有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其实硬币是常在这个手缝 那为什么我不直接藏在这个角落 也可以啊都可以 就是对你来讲比较顺手 藏哪里都可以啊 对藏哪里都可以 反正你顺手就好 所以如果我的硬币是藏在这只手 其实我就顺手就藏在这只手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反正要记得用推的 对就不要让人家看到硬币藏在里面 没错 然后两张扑克牌合起来 叠在一起的时候 之后 所以放在我的手上 你只要倾斜 吹口气也是 也是画素啦 只要倾斜他就跑出来了 这样子 哦所以意思是说 其实我我常在 我常在这个角落的话 所以当我给人家看的时候 我是这样移过来 对 那移过来之后 我两张叠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是把它夹在我的中间 对 然后之后吹气的时候倾斜 主要是要让这个滑下来 没错 那你这样学会了吗 好刚才有一个溜滑梯的方式的一个出硬币的方法 那现在要教一个什么新的模仿 诶 这接下来是硬币读心术 我可以猜得出你把硬币握在哪一只手 哦 这么神奇 真的 所以待会啊 请你握硬币的那只手 那只手 是 放在你的头脑上面 然后去想着它 另外一只手放在下面 放在桌子下面 对放在桌子下面 那我待会转过去没有看你 你都不会看到我 我都不会看到你 对 所以 待会你已经想好了 请你把两只手握拳 放在桌上 放在桌上 让你猜 对 OK 那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 OK吼 好 好 好 然后你 握起来那只手放在脑袋上 另外一只手放到下面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 然后想哦 好 5 4 3 2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那我来选 这一只 你确定 确定 可能不是哦 确定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确定这一只 真的吗 真的 其实是在这一只哦 还还还还 对 还是在这一只 你怎么会知道 真的喔? 可以再一次啊 喔真的好 可以再一次 你就說這個二分之一的機會嘛 但是如果兩次都猜中 那是幾分之幾的機會 不知道 不要跟你討論紀律問題 好來再一次 再一次齁 好 5 4 3 2 1 好 這一次 為什麼? 你決定? 決定打開 那我要知道破解的方法 你應該不會是看我什麼青筋冒出來 應該不是這樣吧 想知道怎麼破解嗎? 那我們來破解吧 好剛剛那個方式啊 怎麼猜的方式 事實上是我們身體的血液循環去看出來的 所以你確定你不是看我手上的筋? 不是 握得比較緊 然後就比較有那個紋路 不是 我讓你看 什麼叫血液循環? 就是說 你如果握著硬幣 不管什麼握著硬幣 你一隻手往上 往上 一隻手往下 一隻手往下 是 當兩個手再回到現場的時候 你發現哪邊比較白 這邊? 對 因為這個往上 但是其實我要偷偷告訴你 我剛才另外一隻手沒有往下 沒關係 但是你還是看得出來 你只要一隻手往上就 就看得出來 所以不用握著硬幣 不用握著硬幣 只要你那隻手要往上就看得出來了 要握多久? 一下子就可以了 很明顯啊 有嗎? 不然你猜我就知道了 真的真的 來我來試試看 好 來 5 4 3 2 1 哪一隻比較白 比較白喔? 這一隻? 對 因為硬幣在裡面 欸這真的 它下面會比較紅 上面會比較白 一下子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 觀察力 對這是觀察力 所以我剛才一直以為你是觀察我手哪一邊 握著比較緊 所以我就故意這邊握著比較緊 會發現欸你好像也不是這樣看 不是不是不是 喔 是跟血液循環有關 那如果有些人他真的 就是血液循環真的比較差的 就是末梢神經流動比較差的 也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其實我剛才本來想要偷偷的 把硬幣拿到導演的手上 看你猜不猜得出來 對 你學會了嗎? 哈哈哈哈 好我們準備第三個魔術囉 好那我們接下來先準備四個硬幣 四個硬幣 檢查一下 對 沒有說魔術時都會 你都很心機啊 哈哈哈哈 我看它是不是巧克力做的 沒有沒有 然後呢? 你看我兩隻手都沒有殘東西喔 嗯沒有了 你不會把我衣服脫光吧 不會 就這樣 好來接下來請你把硬幣放我的手心 一個硬幣然後把握起來 另外一個也要 也要 然後接下來你把硬幣放在我這個上面 紙縫上 對紙縫上 OK 然後呢? 好那我接下來啊 我要把它丟起來然後接起來 雜耍表演 對對對 馬戲團都這樣玩了嘛 好來 一二三 哇 沒有 沒有欸 沒有 那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 再給你一次機會 再給我一次機會 哈哈哈 如果再失敗 那怎麼辦 這一攤就可以收起來了 哈哈哈 我就跟導演姓 哈哈哈 這樣可以嗎? 姓蔡喔 好 來 一二三 哎呀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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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不是魔術耶 是啊 那哪裡是 所以咧? 是啊 打開會 所以我現在的 右手有幾個硬幣? 兩個 左手有幾個硬幣? 兩個 是這樣嗎? 對不對? 不然咧? 好來看好喔 我的左手 兩個嘛 對不對? 理論上是兩個 一二三 欸? 只有一個 那另外一個咧? 已經被我移到右手了 欸好神奇喔 對 原來這不是扎少表演 真的是魔術 真的是魔術 對 所以看 我本來 我本來 左手有兩個 對 右手有兩個 對 我就看你這樣 對 但是我張開之後 右手就變了 一二三 總共三個 哦 哦 那我們趕快 欸怎麼樣 又變過去 我本來想說 接下來 教我破解 接下來 好 來接下來 我不是左手一個 右手三個嗎? 一個 三個 對 好 來接下來 吹一口氣 我好期待喔 欸 左手不見了 很厲害 那些他會有四個 全部都變到我的右手 來數看幾個 各位觀眾 一 二 三 四 噔噔噔噔噔 欸我開始有點崇拜你了 哈哈哈哈 那我要學我要學 要學齁 那我們可以進入破解嗎? 可以 好我們進入破解吧 好 好想學喔 這四枚硬幣啊 對 那你也可以自己放 但是啊 你自己放的話 很好放啊 不是 觀眾會覺得你有做手腳 喔 對 所以你要怎麼樣 讓觀眾放 來請放 再來一次 對 兩個放手心 另外兩個 放在哪裡 放在指尖 指尖 的地方 接下來啊 其實這個很簡單 真的嗎? 這個 直接 手張開 手張開 一轉手就握起來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怎麼可能握失敗 所以第一次失敗 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失敗的 喔 對 因為我第一次做什麼動作呢? 第一次是我右手 握進去 左手 硬幣全部放掉 這樣 這樣懂嗎? 再來一次喔 這樣子 欸 欸 對觀眾來說 他說 他以為是我原本在上面 那兩個掉下來 對 事實上我這時候 左手已經沒了 這樣懂嗎? 所以你這個是 有握進去 然後這個就是 把它放掉 對 所以我這邊有兩個 所以你現在 我就會請觀眾 欸 再給你一次機會 對對再給我一次機會 就像我跟他一樣 這麼的仁慈 對再給我一次機會 然後這次就成功了 喔 所以自然就怎麼樣 這邊就一個 這邊就三個啊 但是我不懂 但是你剛才沒有掉啊 但是你之後就變 這裡沒有 這邊是變四個 那是怎麼變成 所以我這邊是一個 我會先展示一個 對 那我 我原本手離很遠嘛 對 那我 我要指這三個的時候 我是不是手就會變近 對 我靠近他有個目的 就是我要把這個硬幣 丟過去 丟過來 但是 但是我剛才 你知道我前面 我沒有看到東西啊 對 丟過來速度很快 而且我這裡有硬幣 所以握起來一定會有聲音 事實上我那個聲音是我 他丟過來的時候 敲到他的聲音 我丟過去的聲音 這樣子 很快的動作 所以你會以為我這裡還有硬幣 事實上沒有了 都變過來 喔 所以你確定我會嗎 哈哈哈 我確定我會 然後我不確定你 來來來來 那我來邊邊看 好 因為你說很好就抓 我來試試 好來 兩個放裡面 兩個放外面 事實上你就是 手 張開 好了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 玲瓏便運便 請你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喔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下次見 掰掰 1 2 3 失敗 抓不住啊 對啊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喔是變完了是不是 不是啊 哈哈哈哈 再一次再一次 這是什麼手法啊 等一下 來變一下快點 快 應該是一定要失敗 哈哈哈哈 欸 小黑你懂欸 想說為什麼一定要 為什麼我一直失敗對不對 好啦 所以你中間不能打斷我 所以你中間不能打斷我 我就破梗了 蛤 再就 是可以 哈哈哈哈 好 1 2 3 你幹嘛嚇我 我的一顆真心幫我翻開 欸 真的 欸 為什麼 為什麼